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Darren 哇 吃頭髮 真的太久沒剪 要我fix一下 哇 這樣清爽多了 可是 可惜上面還是有一點太短啦 感覺整個好像鳳梨還是洋蔥一樣 Anyway 如果要我簡短的形容一下這個禮拜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可以說是 無敵反彈 或許是綜合很多不同的原因嗎 譬如說我的商事有慢慢好轉 再加上剛剛好有家人朋友 在這個禮拜陸陸續續的來陪我 還有加上看諮商的幫助 所以從上次PO完的那支影片之後 第二天就開始回到重訓師 從小重量開始慢慢練起來 然後很幸運的在San Francisco Downtown 又有一個朋友剛好約我 去Bay Area Cold Water Swim 在大概水溫只有14-15度的海水裡面 完全不穿防彈衣 就穿一件三角褲 然後帶個泳道 一個挖鏡 然後就開始開放式水域的游泳 這邊的Oman Water Swim跟我以往的開放式水域游泳 差很多地方 是這邊其實浪 睡浪蠻多的 然後 然後常常換氣的時候喝到水 然後那個水又非常的濁 所以其實游起來我覺得多多少少 心理壓力比其他的開放式水域還要大一點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然後游完上岸真的是完全每一寸肌膚都是超級緊繃的狀態 上岸然後就可以馬上去用這個聚樂庫裡面的桑拿 進去的時候那個冷熱交替 會覺得整個肌膚好像快爆炸一樣 非常有趣的感覺 但是也因為這個Cold Water Swim的經驗 讓我的足底精緻 我覺得好了非常非常的多 不過我也聽教練的 就不要太快的恢復跑步的訓練 還是讓足底休息一下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一個禮拜的身心狀況 真的比前一個禮拜好 這個禮拜說實在 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跟大家update 不過我很慶幸的是 我覺得過了一個禮拜的休息 然後一個禮拜的Cold Water Swim 我可以開始回去跑步了 我看到這邊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奇怪怎麼這一次的背景跟上次差這麼多 是因為at this point 我又回到了紐約市 來找一個台灣朋友 剛剛好我也可以趁著 在紐約這段時間 開始慢慢的ease into my running schedule 好 那廢話不多說 那就帶大家去看7月底的紐約市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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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